欢迎一博 二郎 欢迎王一博 来 一博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一博 欢迎王一博 帅气今天 今天是一身比较休闲的装扮 所以今天我们的见面会 也要在这边变成一个温馨的感觉 大家都有看最近的风起洛阳吧 预告一下今天晚上要更新两集哦 所以幕后知识到底是谁 不能问 这个还不能问 OK 除了追剧之外 我相信要有好的健康方式来追剧 才是今天我们要提倡的 所以接下来问一下一博 你最近有追剧有在忙些什么吗 没有追剧 然后在拍戏 在拍戏 所以其实还是在满满的工作当中 OK 为什么不能追剧 因为在发布会上看花絮都笑得不行了 当然我相信接下来剧情还非常非常值得期待 当然今天的见面会也有很多让大家可以互动的环节 既然说到了这个工作满满 其实很多人都想问一博一个问题 在工作满满的情况下 每次见面又是元气满满 你是怎么样做到保持这么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呢 也没有元气满满吧 就是尽量打起精神 然后有休息就尽量休息 然后保持好健康的饮食 对 就是让自己尽量多的把时间碎片化的去合理管理 有碎片的时间就要用健康的方式去休息去饮食 所以其实稍后我们要邀请现场跟线上的朋友们听一听 我们的平安人 第一个 你要仔细摸一摸 哎呀不能拿出来 盲盒 盲盒是要猜的 假装 假装摸一下这个是什么 哇猜不到 猜不到是不是 仔细摸一下 里面有非常多 我提醒它是金色的 哦 你都没有 你不要摸那些辅助道具 好 哎 你觉得圆圆的是不是 对 它是 它是 它是一个金币 哦 哎 但是你想想 如果说 在我们小时候经常会吃的一种食物当中 圆的金币它会是什么 巧克力 哎 来 没错 来